我觉得两个人的感情出现矛盾 就好比人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得病了 我们想跟结在哪 我在想你们之间的事情 跟结无外乎就是一个 互相拿着对方最看重的东西 来要挟 来讲条件 你最看重什么呢 现阶段你最看重的是事业 你是想做一份自己 觉得有前途并且有把握去做的事业 现在你的事业话语权不在你这 对 在老婆这 怎么说也说不通 所以你想出了以下种种理由 乱花钱 不会看孩子 要让自己的母亲戴 其实这都是表面的借口 对方干涉了你的事业 你就要拿他最看重的东西来做要求 妈妈想在家里头看孩子 你非得要拽出来跟我一起做事业 而之所以南方这么做 是因为女孩呢 想做妈妈 又想能够看住自己老公 你去打工吧 钱又在我这儿安全 表哥又是自己人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老公 自己追求事业 你可能洗往后面 你伤害了 所以呢 老公就换回来伤害你 你不想做妈妈吗 不行 你不会看孩子 乱花钱 所有的问题 吵架都是借口 我们不妨交心吧 你也知道你想做妈妈 他不让你做的难受劲 就如同他想去做一份事业 你不让做 一样吗 所以 不要互相伤害了 互相让一步 让他做妈妈 做他自己觉得最开心的事情 同样 让他去做事业 他如果跟表哥合作起来不愉快 那一定要分开 否则会伤害自己的亲情呢 那么你跟表哥兄妹之间 关于都不好做 想做什么让他去 给他最大的支持 好吗 就这样 谢谢大家